第十一選區國民黨及市議員候選人許志春 今天特地前往例行裡 為同而競選的鄭坤福加油打氣 面對台南市一片綠油油的情況 許志春說 這次的市長及市議員選舉 選民不是芬蘭綠 而是選擇對地方 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因此對於台南市是民進黨17年的執政 市議員及里長 國民黨本身就要負很大的責任 對於國民黨也是需要深刻的檢討 而且黨政的運作也對於基層重向 橫向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因此希望國民黨繼續檢討 仍然有可能變成兩黨對決的情勢發生 至於是台南市是不是綠化 但是我現在是感覺 也有這個距向 那因為可能是台南市是民進黨 這個執政17年 那慢慢在基層上 那很多的旅長或是議員 他們的歧視在增加當中 那這點是給國民黨很大的形勢 很大的一個檢討的空間 那為什麼 他的這個執政這麼多年下來以後 我們的基層的里長 或是我們議員 歧視為什麼會收檢 那這點 國民黨要深刻的來做一個明確檢討 那我本人感覺到是可能黨政的運作上 真的是出了問題 但基層的連續 重跟橫的連續的情感 可能也出了問題 那從這個方面我們去走手 那基本上在整個這個民意走向 慢慢還是會朝著兩大政黨的這個趨向來走 而對於議會收會前 民進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表決所有明年度市政預算 許志村的認為選民自有評斷 在審查預算這種包裹表決 在民意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因此當時也希望有政黨協商 不過卻破裂 最後民進黨草率通過 因此許志村希望選民 用選票來唾棄 這些每位選民把關好的市議員 基於就是今年度的預算 民進黨就是快速包裹審查 那我想這個是人民 選民自然會有智慧去評斷 在審查預算裡面 這種包裹的表達 這個表決 對於當事人來講 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所以那次我們去抗議 預算應該要重新審查 預算的不合法 這個部分也透過政黨協商以後 把問題表達出來以後 也在政黨協商當中 也取得一個共識 這個共識當中就是 往後絕不能有在這種 包裹表決的模式 包裹表決沒有一一逐條審查 這是人民對人民選民不負責任的做法 在監督預算上也是太草率了 同時許智春為已經確定當選的里長 政坤福勉勵祝福之後 更一一向在地選民握手寒暄 希望里長票投給政坤福外 也要將議員選票投給許智春 記者黃俊懷台南報導